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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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治療方案叫做 刺激是核神經植入術 我們可以看到植入的儀器 是非常細小和簡單 詳情讓我們問一下Dr. Chan Dr. Chan, 現在阻塞性睡眠疾悉症 一般都是用呼吸器的 幫助他們睡覺的時候 可以維持呼吸 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治療方案呢? 病有阻塞性睡眠疾悉症 要帶有氣壓的呼吸器 其實他們的過程之中 帶呼吸器也有些問題 他們可能不喜歡帶這部機 嫌他有壓迫感, 嫌他吵 甚至有些家人都可以嫌他吵 另外, 例如要去旅行的話 要多拿行李 多拿大物品的話 他們可能不想帶 所以他們會考慮到其他方法 去醫治他們的阻塞性睡眠疾悉症 刺激是核神經植入術的原理是怎樣的? 可能可以看看這個公仔那裡 好 這裡第一部分上面就是刺激囊 這個就是駁到舌下神經線 這裡下面就有刺激疑 這個其實是在身體裡面的 植入了身體裡面 這裡下面就有探討 探討我們呼吸的過程 尤其是吸氣的過程 當我們吸氣的過程之中 這裡就會信號去舌下神經線 令舌頭向前動 這就是減低阻塞性的睡眠疾悉症 簡單的原理就是這樣 植入的手術是否複雜? 有沒有危險性呢? 植入的過程 有一部分是比較複雜 就是植入舌下刺激囊的部分 有一點複雜 因為我們要找出舌下神經線的分支 尤其是我們要找出 令舌頭向前動的分支 而把刺激囊包住的部分 但我們不能包住 那些分支是會令舌頭向後動的 否則就會反而加重它的阻塞性 所以就要找到一些分支 而不影響神經線的功能 那部分要小心和比較複雜一點 另外說植入探討和刺激疑 就相對簡單多一點 那植入的儀器又可以維持多久 有沒有需要定期更換呢? 整體的儀器我們就不會更換 除了刺激疑之外 因為裡面也有電針 這個大概十至十一年後 就要更換 但這個過程是局部麻醉去做 而不需要全身麻醉 我知道你們已經成功做了三個個案 成效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剛剛做完第六個個案 頭三個就更進了一年 他們由嚴重睡眠窒息 變成輕微的睡眠窒息 成效也很好 而且他們感覺上也很好 另外今天剛剛做… 這幾天做的三個案 沒有長期的數據 但剛剛開始做的過程也順利 這就是一個好消息 謝謝Dr. Chan 也預祝你們可以成功幫助更多的病人 現時這個手術 主要是以轉介的形式來接收病人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 記得諮詢你們的醫生 繼續回來健康關注組 我們今天的話題 長者氣速多頭, 提防慢了肺病 對, 現場繼續有兩位嘉賓 包括有呼吸系統科專科 吳建聰醫生 以及註冊物理治療師 歐陽健, Kenneth 好了, 剛才說到 我們大概知道 慢了肺病是怎樣的情況 剛才醫生有說 當然要由源頭造氣, 不要吸煙 不要再把自己暴露 在一些污染的環境、空氣之中 除此之外, 應該要怎樣去治療 好, 一般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 剛才那個 如果是吸煙的 就要停止, 不要再吃 一般來說 我們治療是分為兩大層面 另一部分是關於藥物方面 其實病徵 其實病人主要是多痰、咳嗽和氣喘 其實氣喘方面 可能坊間大家會看到 用一些簡單的 像演戲一樣噴噴的就可以 其實那些是 我們叫做短效的氣管擴張劑 那些是治標, 不治本 而且越用越無用 所以應該跟醫生的指引 做肺功能測試 看看有什麼程度 不同的程度 我們用不同的藥物 因為氣管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藥物 主要是針對氣管吸入式 那些叫做長效的氣管擴張藥 現在有最新的研究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萬聖肺座 其實有一部分 是同時有酵喘的成分 所以我們會在那個病人 也會跟它做些抽血 做些出氣測 視體沒有酵喘的成分 如果有的話 在適合的群組 我們會加上吸入式的類固醇 雙管齊下去幫氣管 目的是希望令到那個 污染物破壞氣管的發炎減退 令到氣管回復的彈性 那氣喘就會得到改善 那當然有些非藥物的情況 譬如說在一些嚴重的情況 可能肺功能都沒有什麼 可能我們需要輔助養氣 也可能一陣子 可能肯定會有一些豐肺 復康的一些運動 還有手術方面 在一些特別的群組 例如因為有些萬聖肺座的病人 它有叫肺氣腫 有些叫氣泡 氣泡是壓著肺 那如果譬如氣泡 去到三分一的體積以上的話 那我們可以考慮手術 就將肺氣泡切除 那也有些特別的群組 可能考慮譬如說 它的肺氣腫較為厲害 我們可以用那個內規鏡 是放一些氣塞 令到某些肺脫了 令到它因為本身來說 也沒有用 它變成正常的肺 能夠增加體積 令到它換氣更好 當然外國的例子 有些很年輕的萬聖肺座 甚至會有肺血的移植 不過香港就較為少這種情況 那醫生 譬如說我做完你剛才所說的事情 是否肺功能都不可以回到以前的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萬聖肺座是一個不能逆轉的事情 但我們盡量能夠止蝕 和減緩它的速度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一個人 其實只有一個肺 都可以生存 對 所以大家也不要很氣餒 說今晚生肺座 也是不得意 其實很多病人 很多時候很有趣 即使他們催起的功能 未必那麼好 但有時候加上適當的運動 去提升 淨性的肺功能 其實可以接近正常人 只要他們戒煙就更加 很重要 對 Kennifer 如果有些吸煙人士 例如我剛才聽你說 他們真是一個萬座肺病的 高危者 有甚麼運動 專門幫助他們 可以讓他們練習 對 其實我們有一些不同的呼吸方法 都可以幫助到他們 例如有些氣速的症狀 其中一個就是缺醇呼吸法 缺醇呼吸法 其中一個就是防止止氣管 各組塔下 而幫助排出 留在破壞肺小葉的空氣 首先利用鼻吸 心裡數一、二 然後呼氣的時候 嘴巴好像蹲起 心裡數一、二、三、四 我們做的時候 背部有挨背 人不會特別用力去吸氣 或者呼氣 都是自然呼吸 不過吸的時候鼻吸 呼氣的時候厚呼 除了缺醇呼吸法外 我們會叫它做一個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 手放在胸骨對落上腹的位置 吸氣的時候 肚子好像脹起 但不會特別用力 呼氣 就用口呼 做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用力 都是自然地呼吸 不過吸氣的肚子會脹 呼氣的肚子會收 慢了肺病 其實會否反而引發了其他病發症 有這個生命危險 慢性肺座可以看看這個模型 本身來說 理論上大家以為是氣管的阻塞 其實我們的氣管 其實有各個血管 肺血管 還有肺和心臟 其實我們現在說 慢性肺座是一個系統性的疾病 如果我們有了慢性肺座的話 其實是多了機會有心臟病 糖尿病 甚至中風 因為我們說 氣管的發炎 其實有些物質也會影響其他的血管發炎 還有有些研究顯示 慢性肺座病人不一定死於肺病 我們大約三分一人是死於肺的原因 但四分一的人是死於心臟病 而五分一是死於癌症 其他氣管不是肺癌症 所以其實我們說 現在是一個系統式的疾病 所以來說 慢性肺座不是只調氣的問題 是關注其他氣管也這麼重要 有些觀眾看完我們的節目 聽到他們這樣說 他們可能想嘗試 例如說 我不乘搭扶手電梯 我想走多幾級 走多幾級 但他們真的辛苦 是 有甚麼意見給他們 你不要太急 你慢慢來 有甚麼意見可以給他們 通常有些病人 就像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希望把他們的目標斬細 例如你說 我的目標就是 下街去街市 然後又去買菜 現在你換衣服下街 不能下街 我們先將下街這件事 達到目的 已經下街了 原來樓下可以走多圈 是 先回家 可以的 然後慢慢走 可否時間長一點 距離長一點 就是慢慢 不同的小目標 加起來就可以變大目標 一般的精神或概念 是這樣的 醫生有甚麼建議 可以給我們的觀眾 其實跟Kenneth說 是很應該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慢性肺座的病人 他們經常覺得自己走路會喘 他們很恐懼離開自己的家 沒錯 所以他們會有抑鬱情緒 尤其通常都是長者 可能他們也沒有賺錢能力 或者子女也不經常在家 所以有很多情緒病 所以我們知道 他們應該要走出去 多些社交 讓他們回復正常生活 所以非常同意Kenneth的說法 所以不用怕 上街 怎樣 我也有去公園 那些抑鬱手 抑鬱手 抑鬱手 不過剛才聽完醫生說 最重要是甚麼 吸煙人士戒煙 對, 現在的煙很貴 吃甚麼鬼 幾千塊, 一百元一包 對, 不知道多少錢 沒有吃過煙 而且你加了煙 身體好很多 可以預防很多疾病 對人也好 對身邊的人也好 對自己也是最好的選擇 就是戒煙 沒錯, 今天謝謝兩位嘉賓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的 例如健康上或者醫學上 想和我們一起交流一下的話 儘管到Facebook 到我們健康關注組的專頁 留言給我們就可以了 對, 也可以WhatsApp 5399-5388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